大家好,大家都知道火車夜市在草重來 大家都明白火車夜市在三年前都因為疫情期間已經沒有了 但現在就改名叫做The Run La Chada 因為這條路就叫做La Chada 也改名叫做The Run 我相信他也是想和這個PALAMGOW的夜市 Jerful打正對台 所以這次阿蘇來到這裡 時間上早,人不多 想看看有什麼好吃,好玩的 走一走 2020年開始受到疫情影響 La Chada 火車夜市人流開始減弱 有很多商戶都一一撤離 直到2021年5月 夜市暫時關閉 直到2021年7月 近傳出消息說撐不住 要永久停業 所以昔日的彩色帳幕就風光不再 由於2021年7月開始 火車夜市已經永久關閉 有很多商戶都搬到鄰近的Jerful夜市 甚至乎有我們最出名的火山排骨 水果西市都會在Jerful夜市 直到2022年9月開始 前身的火車夜市 重新開了一間叫做The One La Chada 同樣位置 但帳目由彩色 改到現在白色的文青感 The One夜市 比起之前火車夜市 分別最大就是路闊了 走起來都很舒服 當中都有很多棕櫚樹擺設 好像去了美國馬雅脈 但我都發現有很多小店 所以這次來到 一定要支持小店 走走走有點餓 看到奇哥對越南法包也有興趣 阿蘇作為好朋友 當然要試一試 看到這些材料這麼多 顏色又好看 一定很好吃 剛剛買了法包的底環 70克 港幣10多元左右 就有一個法包 哇 非常不錯 香港的法包也有30多元 10多元一個 味道不太差 值得 吃完法包之後 看到有炸腿 是阿蘇的最愛 阿蘇喜歡吃雞 所以買雞腿吃一下 你喜歡嗎 雞腿和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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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絲把 我給 勾勾勾 用一用 雞腿趁這個 飲品一流 這個很噁 可以回來問我叔叔買那個嗎 嘩 看一條魷魚 多大一條 不試一下 怎知道是真還是假 這個 內地紅頭半年的串燒 魷魚串燒 竟然這裡都找到 所以反映到 雞腿趴達的種類真的很多很多很多 其實我覺得沒有的夜市 都有它的個別不同種類 我走了那麼久 都覺得 真的人流未回復以前 可能食情前的水平 但 幸好就是 這些店舖 都很新的 路走得很好 這些路做得很漂亮 沒有以前那些那麼焗促 現在是比較寬 所以大家有機會 除了去了趴陷交的夜市之外 都可以去 這個Durang夜市走一走 我覺得這裡 真的不是太過 很焗促 也不是很擠 還有很多很好的空間去走走 所以我覺得這裡是很適宜 去打卡 去玩 去吃 喝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所以來到這裡 真的 有一點點感覺 因為那時候 疫情前 都會經常來這裡 去吃東西 跟朋友去喝東西 但現在 可能叫做 年紀大了 加上很久沒有來 真的 是有一點冷清的 但我相信這裡 很快很快 就會變回以前那樣 所以 阿蘇不說那麼多 吃完再說